一个转念让自我全面提升 请听刘轩新能力升级攻略 前几个礼拜有个朋友跟我抱怨 他最近一直很烦恼小孩的事情 他发现自己的小孩好像在阅读上面比较慢 很焦虑地开始每天观察小朋友 后来发现小朋友在读书的时候 总是专注力不佳 看了许久 都读不了几行 学习成效也不好 他没有开口问小孩的状况 以及真正去研究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心情不好 还是太过于疲惫了 不过他陷入了一种自我检讨的深渊之中 开始不断地问自己 是不是过去自己做了什么错误的示范 导致小孩子学习状况不好 没有养成好习惯 或许是营养不足 或是小孩子某次生病没有好好处理 导致小朋友的脑部发育比较慢 之类之类的 他想来想去 越想越不开心 最后觉得 哎呀 觉得自己真是个糟糕的父母 觉得自己真是一无是处啊 我们好像有时候都会这样 碰到了挫折 压力 开始自我批评 但真正让人困扰的地方在于 当思绪停不下来 让我们一直想一直想 白天心不在焉 晚上也睡不好 你一直问自己 怎么会这样呢 继续纠结在这些事情上 当我们发现问题 尝试找出解决方案的时候 这是一种反思 一种自我检讨 但是当我们想的是各式各样 无法改变的情节 或是一侧各式各样 我们无从判断正确性的可能时 这种自我检讨 可就是非理性的反除思考了 也就是 我们好像把一个难以下咽的东西 吐出来 但又吞回去 吐出来 但又吞回去 这样的反反复复 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这种非理性的反除思考 常常包含着 不是真正的自我检讨 而是一些自我批评 负面情绪 郁闷的懊悔 与喃喃自语 可以想象这种无止境的自我懊悔 猜想与推测 不仅无助于我们面对压力的情境 更会让我们陷入压力的状况之中 而且越陷越深 甚至也可以说 这样非理性的反除思考 就是我们许多人之所以 无法跳脱忧郁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许多研究发现 当我们长时间在反除思考的状况下 不仅是自尊会越来越低 对自我的认同也会越来越模糊 亲密关系越来越疏离 对工作与家庭的承诺 也无法好好维系 也就是说 我们困在自己的思考世界之中 无法自拔了 与此同时 也牺牲了与身边的人健康互动的机会 今天就让我们来理解 并解决这些固着在自己身上的情况 首先请想象一下 我们是如何产生想法的 我们要对某件事情产生反应 就必须先发现这件事情 是吧 同样的 我们的想法来自于我们注意到了某件事情 这件事可能是家人的一句话 长官的一件交办的事项 朋友的一个书师等等 当我们注意到这件事情之后 会开始产生某种直觉性的感受 也会快速地对这件事情产生评价和判断 想法也就孕育而生 每当面对压力时 我们会感到焦虑 随之而来的想法与评价 可能是比较负面的 这时候也就会进一步做出一些 比较负面的反应 可能是继续想 或是想逃避一切等等 第一种停止我们思考的方法 就是从上述的第一阶段出手 也就是从我们的注意力下手 研究发现 这也是最常被建议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思考停止技术 当你一有负面想法出现的时候 马上想一个暂停的符号 例如在内心想出一个大大的 会在马路上面出现的红色的stop 停这样子的标志 让这个视觉符号 能够快速提醒你的潜意识 这时候再马上补尽一些 让你能够变开心或正面的想法 可能是一句鼓励的话 或是某段别人鼓励你的记忆 我们也可以用某些 让自己分心的事物来提醒自己 例如手上绑一条绳子或橡皮筋 每当有负面想法的时候 就把绳子拉一下 让自己的想法稍微中断 这些方法都是用某个外在物品 来让自己中断现在的思考 也就是所谓的快速脱钩的技巧 Rapid Disengagement 重点在于你脑海中的注意力 是要如何重新分配 快速脱钩的技巧 就是在注意力开头的时候 就打断这个思考历程 重新导向自己的注意力 当然这个技巧在日常生活中 比你想象要来的困难许多 通常你需要经过大量的重复练习 更好的状况是由专业人士 在旁边引导你做最好 另外一种做法比较高端 我们不用调整注意力的方法 而是从我们感受事情 与诠释事情的角度来下手 举个例子 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可以训练我们如何在反复思考之中 慢慢接纳我们所碰到的问题 而所谓的接纳 就是你正面影响各种 不论是负面或正面的事物 接纳的意思就是 你是用直接不闪躲 不逃避的方式 来面对你现在的状况 当然不闪躲 也就代表你不再为自己找借口 也不用过去来评判当下 正念Mindfulness的练习 也就是属于这种概念 正念让每个人用不平断 专注自我觉察的方式 来面对自己的状态 最简单的正念练习 就是从闭上眼睛 观察自己的呼吸开始 深呼吸几下之后 想象自己站在一条河旁边 河中有很多叶子 就像是脑海中的思绪 想象自己静静地看着这条河 从脑海中抓出那些乱窜的杂念 然后把它们放进面前的河水之中 随着那些其他的叶子 让这些杂念顺着河水飘走 飘出眼界 过去的研究发现 经过了长期的正念练习 能够降低我们因为受到刺激而产生的 无论是生理或心理的反应 那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透过正念练习 让自己能够面对 但不批判 用这个方式来培养一种冷静观察的态度 你会发现 负面想法与生活的压力 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是细菌都在我们周遭 但你有抵抗力 也就不会轻易地受到感染生病 当然 当我们用中立的态度来看事情的时候 也预留了许多空间 给自己调整心态 而不至于冲动于形式 心理的弹性 也就会表现得越来越好 所谓的接纳 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状态的重新设定 帮助自己先把各种人事物归位 先不去帮它分类评价 而是更客观的 让各式各样的事情 难挂在生活当中 接纳而不闪躲 反而更容易处理 或许接纳对很多人来说 一开始很难 所以许多人刚开始 会先选择所谓的思考停止的技术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快速脱钩的技巧 先把某些注意力的渠道给关闭了 让自己先专注在那些 你觉得无害或是正面的事物上 就像有些人难受的时候 会透过大量的运动来疏解压力 也是同样的道理 但自始至终 即便能够脱钩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面对现实 因为唯有面对真实的状态 才能在内心中慢慢去除 对这些不良想法的敏感度 或许你可以把这些概念 当成是一种日常提醒 每次的提醒 也都可以是一段有效的练习 过一段时间 再回头看看自己的功力如何 希望你会发现 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 自然度过了许多情绪的难关 希望今天所分享的主题 能够有效地帮助你认识 理解 以及正面处理 那些非理性的信念 与不断出现的脑海之中 停不下来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